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六百四十八集 一夜凡数种异象合一 青莲 仙王 阴阳图 锦绣 河山 金色的枯海连在一起 像是在演化天地 自画一方净土 天地出始 万物出生 有勃勃生机 也有毁灭之力 夜凡独立中央 如一宗开天辟地的神奇 成为绝对的主宰 画云飞终于是变了颜色 被镇压在圣体的异象中 绝对九死一生 传说向来如此 没有几个人可以突破出去 强强强的 他用力地拨动琴弦 天空中的九个小世界之门越发地恐怖了 不断地向下压落 想要打破禁锢 哄的一声 小世界之门大崩溃 浩荡下灭世的契机 冲向夜凡的异象 要毁灭一切 画云飞手段灵力 他在摧毁空间 宁可两败俱伤 打破自己烙印在虚空中的大盗 也要杀出去 轰轰的 九个小世界之门先后崩碎了 所有人观战都吓得亡魂接冒 画云飞太狠了 毁灭空间 打碎自己烙印下的道徒 这是与敌俱灭的招数 每一个人都毛骨悚然 亡命飞奔 恨不得泪生双翅远离这片地狱 因为一旦被牵连进去 肯定是行神俱灭 虚空在大崩溃 在无形的湮灭 这样的恐怖手段 连圣主都要皱眉头 不是每个人都能施展出的 此刻 就连李小曼也不得不飞向远空 晚走一步 肯定会成为飞灰 哄的一声 像是万重雷暴在响 九个小世界之门大崩碎 他们所汲取来的异空伟力 全面爆发 一起汹涌了下来 这个画云飞真是够冷静与无情啊 敢这样破解圣体的异效 他自己必然也会大伤缘起 行事果断 此次让人生为 损自己的道徒 话如此恶难 他有如此手段 着实让人惊叹呢 九节奉取 为无上神术 明镇古今 可演化天节与修士大战 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没有几个人可以抗衡 也唯有叶凡这样的体质能承受 不怕雷劫 不过此时他却大簇眉头 九节被引爆了 虚无之力沸腾横扫而下 纵然是他也不亦应风 哄的一声 无边无际的虚空之力汹涌 叶凡咬牙在自己的异象中出手 争时间抢速度 想要先行击毙话云飞 唰的一声 无形杀孽 如水一样的冲了过去 叶凡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黄金战神 挥动异象而下 打得话云飞浑身军裂 李小曼惊叫 叶凡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 管师兄 好恐怖的异象 圣体之为让人胆寒 所有观战者都发寒 华云飞表现出来的战力何其强大 绝对是可以僻腻年轻一代 可是眼下却被镇压的将要粉碎了 华云飞杀四级大圆满境界的修饰 如斩草一样容易 杀花楼秘境的修饰也不成问题 可是眼下去 众人 看到这一结果后 全都变了颜色 漠不惊悚 砰的一声 华云飞的身体四分五裂 一下子冲向了四方 流下了一大片血污 惹来一片惊呼声 这样一个强大人杰 就这样死了 叶凡协意向横渡而去 躲避天穷上汹涌来的虚空之力 这是一股蔑视的契机 让他忌惮不已 恐的一声 虚空崩塌 彻底毁灭 幸亏是在空中 不然这片地狱肯定会被抹平 也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李小曼惊呼 其他人也都叹息 一个强大无比的俊艳 能够斩出九劫凤曲 前途无量 就这样被击杀了 忽然有人惊呼 什么 他没有死 欲火重生 黄杰再生数 许多人都大吃一惊 原处 画云飞四分五裂的身体 画成几道光束冲向一起 他复生了过来 完好无损 许多人都趁目结束 明明见到他被斩杀了 现在却又复生了过来 体型重组 并没有一丝异常 此次有大机缘 居然得到了这样 失传已久的无上神术 黄杰再生数 堪称不死其功 玄傲莫测 掌握了他等于多了一条命 九劫凤曲 与黄杰再生数同源 何贼一起名为凤凰杰 为世间无上天功 他果然有不适天缘 居然得到这样的传承 每一个人都惊叹 莫不羡慕不已 这两种古老的奇数 也不知道失传多么久的岁月了 如今却被一人所得 叶凡向前逼去 你还真是难杀呀 他自然不会罢手 打定主意 要留下华云飞的性命 华云飞轻叹 叶兄的实力让人生畏啊 不过却很从容 并无怒意与沮丧 叶凡虽然很强势 但是却不敢大意 此人极度强大 肯定有无比厉害的后手 是生死大敌 有人低声说道 我怎么觉得华云飞 不会比神王体弱 是摇光圣子那样的存在啊 的确如此 久劫奉去攻杀之力阵势 在同代中 除缺圣体这种体制外 几乎没有人扛得下来 此次高深莫测呀 所有人都在琢磨 没有叶凡明晓 华云飞的确就是这样的人物 不然也不会如此镇定了 耍的一声 一片星辰浮现将华云飞环绕 夜色如水 星光无尽 华云飞立身在一片星空中 飘逸出尘 这并不是异象 而是太玄兴风的神术 是他最擅长的奇功 此时此刻 他像是一尊星君临沉 突然华云飞心灰遮体 冲出万丈光芒 强大的契机让人忍不住颤力 整个人无比的圣洁与强大 华龙 他竟然是华龙秘境的修士 天哪 如此年轻 已经是华龙秘境的强者 太不可思议了 所有人都无比震撼 任谁都没有想到 华云飞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如此可怕的修为 早就听说年轻一代 有人进入了华龙秘境 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不曾想 第一个被发现的 竟是华云飞 他不显山不漏水 从来都很低调 眼下展现出这样的实力 自然让人惊寒 叶帆心头巨跳 对手果然可怕 早已进入华龙秘境 这将是无比艰难的恶战 相差一个境界 便如隔着一成天 实力相差巨大无比 下位者几乎不可战胜上位者 叶帆只因体质特殊 才可以逆行发现 如今他在四级秘境第二层境界 但却可战四级大圆满境界的修士 甚至战画龙秘境的强者都没问题 然而 华云飞却大不相同 他是年轻一代的绝颠人物 像他与妖光圣子这样的人物 在四级秘境时 就可杀画龙秘境的修士 如今他破入画龙秘境 可想而知会变得有多么的强大 叶兄的实力让人惊叹 逼得我都不得不以画龙秘为来战你了 华云飞摇头 空灵飘渺如神灵在叹息 你的底牌不止于此 还是将你最强的魔功展现出来吧 我紧掌兴风不传之密 无上神术凤凰节 是我近期才得到的 华云飞平和无比 不为所动 哄的一声 叶凡出手了 此刻说别的没用 唯有以真正的实力 才能战败对方 才能逼出狠人大地的秘密 他斩出了虚空大手艺 金色大手横空 如一片金色云朵 遮天蔽日 邪无上神威 拍了下来 四方接警 这样的狂力 有几人可以抗衡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